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法定继承人 希腊文原文是Clero Normals Clero指的就是这个抽签 或是这个你分配到的东西 Normals就是法律 当然在这个就业的背景之下 他就是翻成律法 所以呢这个承受产业的 就是按照法律 他得着这个法定继承权的人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权业的主人 这些儿子们是继承产业的人 但他们在小时候 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全部产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在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谈到律法跟应许之间的差别 律法是我们这个迅蒙的师父 在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上之前 也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还没有完全的显明 在世人面前之前 人都被圈在律法之下 都被圈在罪的圈圈里面 受这个律法 如同是我们启蒙的老师的管教 跟监督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自由的 我们虽然是继承产业的主人的儿子 但活着跟奴仆是没有两样的 第二节 所以那时候我们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 预定的时候是指定的时候来到 在罗马时代 一个孩童 宁幼的时候会收到师父 家庭教师 他们都是其实是奴隶 收到这些监护人 他们的管束 甚至有时候受到他们的督折 那 直到更长大一点 甚至还会在这个管家 的这个监督之下 暂时都没有办法 拿到他所继承的产业 有一个年龄上的 法定年龄的限制 所以在某一个时间之前 他虽然是全业的继承人 但他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 其实跟 被师父跟管家管理的 其他的奴隶奴仆们 没什么两样 那这个日期呢 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日期就满足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什么叫受管于呢 原文就是被奴役 或是被当作奴隶来对待 我们虽然是有继承权的儿子 可是在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 我们还不完全明白 甚至是根本不明白 这个阴性称义的应许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以及他要怎么样实现 因为我们很明显 都在律法之下 犹太人在摩西律法之下 外邦人在世俗小学之下 都受他们的监护 也都受他们的管教 被他们当作是奴仆一般的对待 不像是一个继承产业的成年人 成熟人 所以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以你们这些外邦人为例呢 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世俗小学 他原文指的就是 这个世界的一些基础原则 很像是孩童时代 我们先收到这个世界 给我们一些基础的课程 但是呢 这都是不足的 不完备的 只等到耶稣基督来 把这个阴性称义的救恩的道理 显明出来 并且运行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才能够领受到这个阴性称义的 应许的福气跟恩典 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些世俗小学 也脱离摩西的律法 脱离这些世界 告诉我们的一些基础的原则 世界的一些基础原则 就是把我们先放在一个框架里面 免得我们变得很坏很烂 然后人生完全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 没有安全感 没有价值感 但这些跟律法是一样的 都是暂时性的一个角色 他永远没有办法取代 上帝要给我们 借由因性称义的应许跟恩典 而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 能够真诚的来继承承受 上帝一切的产业 这些世俗小学 这个世界的一些基础原则 基础的课程 或是这些犹太人的律法 其实都无法完全的来满足 我们生命中真正的需要 所以当耶稣基督带来 因性称义的救恩跟道理之后 他们就该退场 摩西律法就该退场 世俗小学也该退场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信了主 当然不会像很多那些 有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一样 好像很难完全离开 那个摩西律法的影响 但是说真的 我们这些外邦人弟兄姐妹们 我们信了主之后 却常常仍然在那些 世俗小学的框架里面 寻找我们的身份认同 寻找我们的安全感 寻找我们的价值感 寻找我们的成就感 其实我们已经皮带基督了 我们是儿子了 我们应该在上帝 因信称义的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 福音道理里面 找我们身为上帝儿子的价值感 安全感 使命感 方向感 成就感 我想我们前天很多时候 我们信了主 成为基督徒 成为神的儿子 但仍然在受世俗小学的影响 而不自知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四节 极致时候满足 时间到了 就是这个父亲所指定 预定的时间到了 就是耶稣基督 道成了肉身 降世为人 传扬 因信称义的道理 的时刻 到了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这是真儿子 不是收养的儿子 我们之前谈到 儿子在罗马时代有两种 他们都是法定继承人 但一个是亲生的儿子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领养的儿子 但他们的在法律上 他们的权利是一样的 所以呢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女子所生 他是玛利亚所生的 且生在律法以下 代表他是道成肉身 他是有完全的人性 他是为人类 女子所生的 而且他生下来 他也在 生在律法以下 跟我们处境完全一样 但为什么要这样呢 目的是第五节 为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其实在之前 就已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他就是为我们成了咒诅 我们原本在律法之下 却无法满足律法 对我们的吩咐跟要求 我们不断在犯罪 不断在违背律法 那就会被律法咒诅 而死亡 灭亡 但是耶稣基督 替我们成为 代罪的羔羊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受的 律法的咒诅 好叫我们可以 从律法的管辖之下 被救赎出来 他替我们还了那个债务 使我们得着自由 因此他就说 这个要把律法 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 儿子的名分 儿子的名分原文就是领养 因为天父上帝 真正的儿子只有一位 就是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们 但是我们是透过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而被领养 取得这个法定继承人的 儿子身份的 所以我们是被领养为儿子 但是我们已经披戴基督了 所以我们虽然里面 原本不是儿子 但是我们现在穿上了 基督的衣服 在神眼中 我们是通通都是儿子 感谢赞美神 第六节 你们既然为儿子 神就猜他儿子的灵 就是圣灵 上帝就猜浅 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 原文是进入我们的心 然后呼叫阿爸父 我们原本不敢称呼 也不知道我们有一天 可以称呼天父上帝为阿爸 阿爸是亚兰文 是小朋友在叫他爸爸的 亲密的称呼 我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可以叫上帝为阿爸父 但是圣灵使我们明白 因信称义的应许和祝福 就让我们勇敢的来 接受十字架的救恩 因此呢 圣灵要进一步 让我们明白 我们已经被领养 成为神的儿子了 在神的这个法律地位上 我们是法定继承人 我们已经疲戴基督了 跟基督一样 都是神的儿子了 因此圣灵 就会鼓励我们 进入神儿子的身份 也帮助我们的心 勇敢的来呼叫阿爸父 所以呢 圣灵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个本来不是儿子的 本来是奴仆的 让我们越活越像儿子 所以才把圣灵描写为 他儿子的灵 进到我们心里面 使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 第七节可见 从此以后 你不再是奴仆 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世 这个后世就是 承受产业的法定继承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何等的感谢 何等的感恩 圣灵求你每一天帮助我们 你这个上帝儿子的灵 求你在我们心中 每天运行 主啊 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是犹太人背景 不太会受到摩西律法 割离啊 节旗啊 所各种规条的那些 阴影的影响 但是我们以前都受 很严重的世俗小学的影响 我们虽然信了主 但常常还想要 让自己 而且教别人 重新回去世俗小学里面 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安全感 方向感 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已经是儿子了 因此求 圣灵 你这位神儿子的灵 进到我们心中 常常提醒我们的身份 常常提醒我们的价值 常常提醒我们的认同感 常常提醒我们的方向感 要越活越像神的儿子 要活出耶稣基督的价值观 而不是信了耶稣之后 靠圣灵入门 成为神的儿子 反而要靠肉身成全 靠肉体成全 还要继续靠律法成全 还想继续靠世俗小学的 这些价值观来成全 主啊 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